第29集 宿情的威力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赛马暴龙 又是我主持世荣 在这个环节里面 我会带大家看一下一些赛马暴龙机里面 用坚制赛马APP 一些较早时份曾经记录过的马匹 有些是大家已经遗忘了 但是那些被选中的马匹 很多时都会转圈回来有好表现 可能是因为减够分 可能是因为成熟度够 甚至中间休息过 对手弱了也有机会 在我未说哪匹马之前 欢迎未订阅这个频道的朋友 也可以按右手边的四星龙珠 订阅我这个世荣香港人赛马频道 立即带大家看看今次有什么马 在这个赛马暴龙机里面 要跟大家介绍 有这笔连利福将 连利福将上次跑第十一名 输很远的 但是除了沿途放头在外跌之外 其实他根本的路程来说对他太长了 如果你找回他以前三甲的时候 最好的一次 其实一出就已经赢了四班的千四 一千的了 当时是赢过短头有个好档位 赢了富高八斗和曼士勒 不过富高八斗 其实又上到三班都赢了马 而且当时潘顿背一百二十五磅 今次只不过背一百二十四磅 还少一磅 虽然档位上直路赛也没那么好 不过大家可以想一下 这只马 现在才五岁 其实他中间成熟程度也很多了 有了一千二的气量 回回来一千 照计有好处 所以大家都要记住 好了 今次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稍后 因为星期四才跑 所以有些节目 就会比较迟一点才出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了 如果喜欢这个频道 记得按右手边订阅键 今次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稍后还会有马迷世界 和瞬间看独赢 多谢大家收看赛马暴龙 我们晚点再见 拜拜 拜拜